今天我们进入基本技法的学习 首先大家翻到教材 第一页我们看一下基础的技法常用的有十大技法 那么这十大技法呢 我把它分成了三个大的部分 一个是基础技法 一个是左手技法 一个是快速技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十大技法里面哪些是基础技法 哪些是快速技法 哪些是左手的 好 首先我们先列数一下 十大技法 有哪十大技法 第一个是勾摩托 第二个是大小撮 第三个是刮奏 第四个是颤音 第五个是左手练习 第六个是爬音 第七个是暗音 第八是上下滑音 第九是摇指 第十是点奏 那么这十大技法里面呢 我们去掉左手的这个弹奏技法 左手包含哪些呢 比如按音 发息的按音 然后上下滑音 需要左手来滑按 好 然后再去掉快速的技巧 快速呢 比如点奏 然后摇指 以及摇指发展过来的 像什么扫摇啊等等 这些技法都是快速的 所以摇指 点奏 然后再加上快速点 后面有很多大量的曲子呢 都是快速点来组成的 所以这些执法之外 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基础执法 比如大小撮 刮奏 爬音 当然左手呢 还有颤音 还有这个第五个左手单独的练习 以及左手的一些演奏习惯 也就是我们去掉左手 去掉快速之后呢 留了这几个执法 是基础执法 大撮小撮 刮奏和爬音 当然这十大技法呢 其实也并不一定 非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学习 比如大家刚开始 肯定会先接触勾摩托 那我们必须先从勾摩托吗 也不一定 从大撮小撮开始 也是很好的选择 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在教学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实行 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些经验 就是教小孩的时候 你单独告诉他勾摩托 他可能手型啊等等 就是运用手腕的这个动作 会特别多 但是你让他接触小撮 大撮的时候 他相反这个手型 有利于稳定 所以也并不一定 非要先从勾摩托开始 当然大部分的这个教学的规律 都是先从勾摩托 所以鉴于大家的这个学习呢 我们可以两方面 也就是第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先从勾摩托开始 大家去 我们的快速技巧里面 去找勾摩托这一课 然后另外呢 如果就单纯从大小撮开始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学习的顺序上呢 不用太纠结 我们到底先开始哪一个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先来看这个大撮和小撮 大家翻到第十一页 好 那么这是两个执法 一个小撮一个大撮 那么我们首先看 它的发力 执法手型 以及这个执法标记 怎么样去弹奏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咱们先把弹奏之前 需要注意的这些 很重要的一些细节 我们一起来 把它规定下来 好 首先 咱们看一下执法的标记 我们先来看小撮 这个小撮的执法呢 其实是用两个手指来组成的 一个大指 一个食指 那么大指和食指 这两个手指 分别有一个符号 大指是这个托 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符号 然后食指呢 是这样的一个符号 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就是小撮的符号 这有执法标记 一个大指 一个食指 两个执法组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弹奏的时候呢 也是两个手指 共同去演奏 不是一先一后 是一起来演奏 那么它们两个的距离 是多远呢 一般是中间隔一根琴弦 大指和食指 中间隔了一根琴弦 那么弹奏要领 大家先看一下 首先 我这两个手指呢 一定要正面触弦 正面就代表你的每一个手指 都要立起来 你看我食指 基本上是垂直琴弦的 所以大家注意看 这个关节 我一定不能伸直 这个中关节不能伸直 它一定是弯曲的 你看我的掌关节 也是弯曲的 好 食指正面 贴好琴弦 所以它基本上 和这个弦的平面呢 是乘一个90度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大指 大指 因为我们本身 指甲带着 就是斜45度的 所以你只要确保 你的指甲是正面触弦 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看 我的食指和大指 其实没有完全一条直线 而是我的大指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错开了一点啊 这样错开一点呢 有助于我们大指的正面触弦 所以这个大指 大家不要把这个 和食指完全成一条直线 这样你的手腕就鼓起来了 所以我们把手腕稍稍放松一点 好 看一下我的整个手型 手臂放松 手腕 手掌 手指关节 以及指尖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在演奏之前 大家再检查一下 我指甲触弦 不要太深 基本上是你的胶部以下 这个位置的一半就可以了 用这些触弦就行 不用太深 就是不用非要挨到 紧贴着胶部这个位置 稍稍往上来一点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在弹奏之前 注意 我的运动方向 我哪里发力呢 当然是送到指尖上 但是你的掌关节 一定要有一个支撑 这个手掌 这儿是鼓起来的 然后弹奏的时候 看我的食指 是向掌心 大指呢 也是这样 向掌心的方向 但是大指 大家注意看这个大图 我们的大指 不要到食指里面去 就不要到食指里面这么多 而是它要在食指的外面 外侧 我就弯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弹完之后 它其实是像一个握拳的动作 像一个握拳的动作一样 好 先贴好这两根琴弦 同时向掌心发力 好 一个握拳的动作 放松 就弹完之后放松就行了 放松下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小撮的弹法 那么在弹奏当中 提醒大家 一定注意大指 不要侧面刮弦 就不要出现这个声音 听到了吗 你看 这个侧面刮弦的声音 出来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音呢 就是因为你的大指太靠掌心这个方向了 它如果往这边运动 一般都会侧面刮到琴弦 所以我们的大指呢 其实是向斜上 往前 往前 往上一点点 这个方向 你的音质就很清晰 对 所以在小撮这个支发里 一般容易出现 什么问题呢 大指不出声 所以弹奏起来 这样两个声音 共同发出来 是非常均匀 非常协和的 你看我每弹完一次 这个大指 都不要超过十指 都不要到里面去 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 那么弹完之后呢 你听一下这个音响效果 比如我们骚这个小撮 大指放在骚上 十指放在ry上 那么这个念谱子的时候 这两个音 一般我们是从底下往上念 我十指的这个音 是写到下面 大指的这个音 是写到上面 ry so 是ry在下面 so在上面 我们读这个小撮的时候 我一般会说 so的小撮 so的小撮 也就是你的大指 在so上 十指是在ry上 我如果把这两个音 分开读 我是读ry so 而不是so right 这个千万别反了 而且这两个音 以谁为主呢 谁是主 旋律音呢 肯定是大指 旋律集中到大指上 所以咱们才说 是so的小撮 那么正常唱谱子 唱起来的时候 大家记住 咱们都唱上面这个音 就是大指的旋律音 所以在实际 乐曲演奏当中 我们应该稍微突出一下 大指的这个旋律音 也就是让你的大指 超过十指的音量 那么其实做到这一点 并不容易 因为大多数同学 弹奏起来的时候 它不是大指超过十指 而是十指超过了大指 所以弹起来的时候 变成这样了 大家听一下 你看 我现在是弹的so的小撮 但是明显的这个right的声音 已经盖过了骚 好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要单独练习 大指的这个清晰度 怎么练呢 看好 我十指扎装扎好 别动 单独弹大指 这样 好 而且弹奏的时候 你要注意大指的这个关节 中关节不要凹下去 就不要扁的 看 不要变成这样 一定注意你的关节 是直的或者突出来的 突出来也可以 最少你是直的也可以 但是一定不能凹下去 你看 这样弹下去 就有助于 就是影响你的大指的发力 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的大指 好 可以单独这样扎装来练习 你就把十指扎住不动 那么这样练呢 第一 有助于你的大指的这个音量 第二 它也 不会出现运用手腕呀 或者是这个 侧面出弦呀 这样的一些问题 大家看一下 单独弹大指 特别容易用手腕 你看 这个手腕 压起来了 尤其是 这个小朋友出学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 你只要不告诉他 一定运用手指关节 他们基本上都是 用手腕来弹的 所以这个我们大指 一定要避免 手腕的运动 一定是手指关节 所以这个扎装练习 特别好 请大家一定 这样 跟着我 这样 练一下 扎好 单独弹奏大指 好的 这个是如何去改善这个大指的音量 那么等你大指单独弹完 我已经很清楚了 再把食指加进来 一起 轻轻的 这样共同发声 那么 还有一个小的窍门吧 算是 我为了突出这个大指的音量 我会把我的整个掌心 往后靠一点点 大家先看一下 我现在是正常的这个手型 你们看我 移动一下 我的手掌 这样 稍稍往后一点点 就等于你给大指 加了一点力量 就会让你的大指 特别清晰 好 所以从正常的这个角度 你看 这样调整一下 稍稍往大指这边 压低一点点 你的大指的音 就会非常清楚 你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方法 你一定让大指的这个音量 盖过食指的音 这样将来运用到乐曲当中 你的旋律才是清晰明朗的 否则全部变了 你看这样就是食指 这旋律是不对的 你看我连续弹 你看这四个小撮 我应该唱 而不是 你看我第二次弹的这个 就是食指的音 已经盖过了大指的旋律音 这样将来在乐曲当中运用到的时候 你的旋律就全变了 就全错了 所以注意突出大指 好吧 在这个两个声音平均的基础上 突出大指的音量 这是小撮演奏的时候 注意的要点 另外这两个音一定要干净 不可以带到别的琴弦 好 所以这两个 你看我贴好之后呢 我一定是向鞋上 用力 就不要碰到咪 你的大指 往前 不要碰到咪 食指往后 都不要碰到咪 所以它直接 是这样提起来的 跟咪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提起来呢 又注意 不要运用到手臂 你看我的手臂 是没有动的 我用的是哪里呢 手指关节 对 所以这些是我们弹奏的要点 好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大家就一个小撮一个小撮的 慢慢的练习 然后边弹边唱 唱哪个音呢 唱我们大指的旋律音 所以第一条练习 大家先听一下 我们这个基本练习上面 它只写了一条 我希望在这一条的基础上 大家再扩展一下 从最简单的开始 我们的第一条呢 是走音阶 我一会儿给大家示范一下 第二条是咱们书上写的这个 这一条练习 然后第三条呢 再变换一下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演奏 然后把这三条练习都写出来 咱们要学会认这个谱子 所以你学会认了 那你写的时候呢 也就会写得很清楚 比如咱们看一下这个练习 譜面上写的这个四二 我们上次讲过了 就是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一个小节呢 有两拍 好 咱们先看第一小节 第一小节 扫兽这个是小撮 米拉 小撮 这样刚好 这整个这四个音 都是小撮的执法 那么我们唱的时候呢 我就唱上面这个 所以扫兽这个 我唱 兽 米拉 唱拉 软兽 唱 兽 兽 所以第一小节是 刀拉 扫 米 唱这四个音 好 刀的小撮 我只要这样说 刀的小撮 那么你的大指就放在刀上 食指呢 就和它隔多远啊 就和它隔一根琴弦 所以还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 就是你确定好这两个手指的 稳定距离 它永远都是这么宽 你就别动了 就基本上每个小撮都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记住这个 中间都隔一根琴弦 所以你不需要两个手指都看 你只看一个手指就可以了 看我们的大指旋律音 好 我从最高音开始 一直谈到最低音 这是咱们的第一条练习 大家跟着我 可以慢一点 好 看一下 是这样来练习的 所以我的最低音到哪个音呢 就到咪的小撮 好 这已经是最低了 那背低音的这个ry还有小撮吗 没有了 因为再跟他可以跟起弦的低音 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没有背低音ry的小撮 直到背低音me结束 然后再回来顺着音阶 mi so la d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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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第一条 好 很简单吧 顺着音阶去演奏 那么刚开始呢 一定要慢一点 主要练习我们的手型 发力 音色 和放松 弹完就放松 好 那么你走几遍之后 对这个手型熟悉了 我们就可以打开切拍器 然后对着 对着这个速度来弹奏 我还是把这个节拍器调到四分音符 然后速度呢 我调到六十 好 一 二 一 二 第一 二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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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一个 然后完全和这个节拍器 六十对上 这是第一条练习 第一条反复把它练顺了之后 我们走第二条练习 第二条练习就是咱们教材上的 这个 先跟我唱一遍 都是唱的上面这个旋律音 大家练习的时候也可以 他每想一下你就弹一个音 因为我们正常六十的速度 其实是一拍想一下 也就是 不过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还是我们主要练这个发力 大家就可以慢一点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六十速度每想一下 我们弹一个音 这样来进行第二条练习 好 在一杯水里里上 原来征底花 在一杯水里上 不后就要 我们下一个音 illiis 道拉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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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 回来 米索拉豆 索拉豆软 拉豆软米 豆软 米索 软米 索拉 米索拉豆 索拉豆软 拉豆软米 豆软米 索拉米索 米索拉豆 索拉豆软 拉豆软米 豆软米索 软米索拉米索拉豆 好 这么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规律 我们谱子上只写了三个小节 那么第四小节 第五小节以及后面 都是用了省略号表示了 大家能找到规律吗 每四组音为一个单位 你看 豆拉索米 然后第二小节就从第二根琴弦开始 拉索米索拉 然后第三小节就从第三根琴弦开始 索米索拉豆 然后一次往后推 第五小节 第六小节 到拉索米 往后排 好 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是第一 要找到我们这个音阶运行的规律 看看根据相同的这种变换 你能不能接下去 自己完整的把它演奏下来 然后包括上行 上行呢就是从低音往高音 就回来的这一个练习 谱子上完全没有 大家也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推理 就比如我第一个 先是大指放在咪上 然后第二个 就大指放在索上挨着 四根琴弦 米索拉豆 好 米索拉豆结束之后 我们下一小节从哪开始呢 你第一小节不是从咪开始吗 那么我第二小节就从索开始 所以索拉豆莱 然后拉豆莱米 豆莱米索 好 一次向上排列 这是咱们第二条练习 好 现在我刚才的那个速度 把它完整演奏几遍 依然再强调一次 稳定手形 找到这个发力和放松的点 然后练突出大指的音量 所以边弹边唱边听 这个时候我们不光要用手 还要用到嘴巴去唱 然后还要用到耳朵 你听一下你是不是 出的这个大指的音量 在平均的基础上让大指 稍稍超过一点实质的音量 这样你的旋律就会非常清晰 好 这是第二条 然后第三条 听好了啊 我们该写第三条练习 第三条呢是这样 我依然唱大指旋律 大指的 刀 刀之后呢 我要隔一根琴弦 不弹拉 然后现在弹so 刀so 这是第一拍 刀so 好 第二拍 拉米 拉米 好 所以第一小节是 刀so 拉米 是不是跳着走的呀 每一拍都要隔一根琴弦 刀so之后是拉米 然后画个小节线 第二小节 so 操 操描米 倒 第2小节是 插 操描米 倒 分别是这些音的小撮 我现在说的 都是大指啊 都是大指的这个音的小撮 操描米 倒 然后第3小节呢 揉拉 兜阻 据 一次往下排 拆拉 兜阻 好 再往后面一小节 拉米 操揉 再往下一小节 卑 快 再往下一小节 do so la mi 再往下 so re mi do re la do so la mi 好 这个是整个下行 我弹一遍 听一下 do so la mi so re mi do re la do so la mi so re mi do re la do so la mi so re mi do re la do so la mi 好 结束了 然后上行回来 mi la so do 好 如果没有记清楚 你就反复的去听这一段 一定要找到其中的规律 都是跳一个 走一个 Dosol Lami Sol Rai Mi Do Rai La Dosol 好 那么这个练习的目的呢 是练我们的换弦 我每次在换弦的时候 中间隔一根琴弦 那么我换到其他音的时候 一定要跳过去 这样 Dosol 你要把你的整个手掌 平移过去 要去做准备 不要到这个音的 你临时去弹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每一个小撮 我都可以提前贴好琴弦 这样 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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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贴好 再去弹奏 这是我们练习的 这个音色 最清晰 最均匀的 最好用的方法 所以贴弦 建议大家贴弦来练 好 那么我这三条练习都练完了 然后就可以进行乐曲的弹奏了吗 其实如果再加大一点难度 可以 不要盯着琴弦 大家看 就像我现在这样 我们看第一条 我不看琴弦 我试试 我能把它 就是摸着 你去找这个大概的距离 你边摸着琴弦 边往下走 看看能不能弹准确 也就是 平时我们所说的盲弹 那么你如果能达到这一步 然后到乐曲当中 绝对没问题 你运用的时候会非常准确 直接放好就到了 所以这三条练习都可以用我们刚才的那个方法 就是这三条练习 看一下 比如第一条 这样 好回来 每一条大家都可以像这样 你就看旁边 你的前面 或者平视前方都可以 那么这样盲弹练的是什么呢 练的是你的手感 和这个琴弦的间距的配合 比如说每个琴弦之间多远 你要用心去感受 那么久而久之呢 琴弦就长在你心里了 所以将来弹奏乐曲就会特别准确 基本上也很少错音 所以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 也并不一定要求大家 非要做到这个完全盲弹 弹得很快很准确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然后慢慢地去适应这个弦句 在你心里的感觉 就它每根弦离多远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然后这个小撮呢 根本就不用看 直接就放好了弹奏了 所以这是咱们练习 这个小撮的方法 这三条练习之后 大家就可以进入乐曲的学习了 我们后面有几个曲子 我也都一一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 大家先往后翻 好 这儿一共有四首乐曲 共产儿童团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 丢手卷和上学歌 然后后面这两个呢 会有大撮 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示范 我们先来看前两个小撮 然后后面还有成人乐曲 也是有两个 一个是小河糖水 一个是梅花三弄 小河糖水也是小撮的练习 梅花三弄是大撮的练习 我们先来看这个小撮的 两个少儿歌曲 共产儿童团歌 和世上只有妈妈好 然后再就是小河糖水 这三首小撮的练习 好 先来第一个 第一个 共产儿童团歌 这个是比较老的一首歌曲 好像是电影 《红孩子》的插曲 好像这个电影我也没有看过 但这歌我听过 Dol me the right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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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 好像大概歌词是这样的 记不清楚了 应该算是原来非常有名的一首儿歌 我们第一步呢 大家先看乐谱 像我刚才一样 我要把谱子唱出来 那么唱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像歌曲一样 是有乐剧的 所以我们边唱 边把这个乐剧划分一下 第一句 Dol me the right soul Dol me the right soul 这样四个小节就是第一句 到这儿 大家在这个小节线上面 画一个大的V字 V字里头呢 写个豆号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句子 Dol me the right soul 所以我唱的是哪个音呢 你看小撮里的这两个音 一个扫一个刀 我唱的都是上面这个啊 大家看着上面这个旋律线 我们大指的音 Dol me the right soul Dol me the right soul 好 这是第一句 然后第二句 Rai me soul 拉 soul Me soul Rai me soul Dol 第二行的第一小节 再画一个大的V字 里头写个句号 这是第二句结束了 然后再往后面 第三句 Dol me the right soul Dol me the right soul 又是四小节 再画一个V字 写个豆号 第四句 Rai me soul 拉 soul Me soul Rai me the 好 到这儿结束 画个大的V字 里头写个句号 然后再写个分号 就到这儿呢 它的第一变旋律结束了 然后后面是我们的第二变旋律 你会发现再往后面第二变旋律呢 和前面唱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音区移高了一个八度 还是 Dol me the right soul Dol me the right soul 四小节一个逗号 第二句 Rai me soul 拉 soul Me soul Rai me soul 句号 第三句 Dol me the right soul Dol me the right soul 逗号 第四句 Rai me soul 拉 soul Me soul Rai me the right soul 两遍唱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遍是在中音区演奏的 第二遍呢 是在高音区演奏 好 那么你画完句子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非常非常规整的 都是几个小节 唯一句呢 四小节 每四个小节一个句子 特别规整 一共四句 逗号句号 逗号句号 然后第二遍 逗号句号 逗号句号 四大句 好 所以像这些乐曲呢 它的结构形式 我们通过这个曲子 你后面应该都会划分乐句才行 这个乐句呢 除了我们可以参考 这个四个小节之外 然后长拍 基本上也是咱们乐句的结尾 所以到两拍的 或者四拍的这个地方 基本上都是一个大乐句 所以画到这个长拍子的句号 这儿就可以了 我们来听一遍 这样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非常清脆欢快活泼的一首小儿歌 但大家练习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放慢 因为它有些跨度还是挺大的 所以像这种 比如这 隔得很远 所以在初练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把这个速度 调到60 我把速度调到60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按这个速度 按这个速度 准备好 1 2 3 4 耳 耳高音区 二 好 这是60的速度 先把这个速度练手 然后慢慢地再往上增加 那么最终是多少呢 一般像这种欢快的歌曲 这个可以大家记一下 可以定成130 130的速度 好 就是我第一遍演奏的这样 好 这是第一个小练习 然后第二个练习 世上只有妈妈好 这个调到 好 元素大概是90 就现在这个 好 这是元素 大家刚开始练习 也可以放慢一点 把它调到60 我们边弹 还是边把乐句划分一下 好 先来看第一句 好 这四个小节 大家先画个V字 里头写个逗号 那么这个第一句当中 出现了一个连音线 大家看第一小节 这个拉的小撮 第一个和第二个之间 上面有一个连线 这个叫做连音线 后面有注解啊 连音线 那么这个连音线呢 它的主要 主要的作用 就是把这两个音的实质 连在一起 我们看第一个小撮 拉 是一拍 然后第二个拉 是半拍 有连音线加在一起之后 这个音就变成了一拍半 所以变成拉 阿扫 第二个被连的这个音 就不弹奏了 所以我们把它唱成拉 阿扫 拉 阿扫 拉 阿扫 米 扫 好 一定把这个连音线的 实质给空出来 所以你对节拍器的时候呢 它想第一下 我们弹的是拉 想第二下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弹了 第二下想完之后的后半拍 我们弹扫 拉 阿扫 好 所以大家听一下 这个第一小节 我还是把它定到六十 大家听一下 一 二 三 开始 拉 阿扫 拉 阿扫 拉 拉 阿扫 拉 阿扫 能听到这个第二下的时候吗 拉 阿扫 拉 阿扫 米 扫 所以这两个小节 大家要多练几次 拉 阿扫 拉 阿扫 米 扫 再来一遍 拉 阿扫 米 扫 再来一遍 拉 阿扫 米 扫 好 这个地方要反复的练习 练到你很准确的 能把这个节奏卡准 拉 阿扫 米 扫 都 阿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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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这是第一句 然后后面第二句 米 扫 阿扫 米 扫 拉 阿扫 那么有个连异线加在一起 这个音就变成了四拍 Song Me Ride Do La 一 二 三 四 好 这是它的整体的节奏 这个是第二个乐曲啊 然后《小河糖水》第十四页 这个成人乐曲第一首《小撮》 好 我们看一下啊 La Do La Mi Ride Do La Mi Ride Do La 二 三 四 La Do La So Mi Ride So La 二 三 La So Mi Ride 一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La Do La Mi Ride So Mi Ride So La 二 三 La So Mi Ride La So Mi Ride 好 这是特别优美的一首云南民歌《小河糖水》 好 大家会发现这个乐曲呢 就可能比之前要长 La Do Ride Mi Mi Ride Do La Mi Ride Ride Do 一 二 三 四 到这儿是第一句 到第二行的这个联音线上 所以这个La的节奏 失职就变成了四拍了 在这儿画第一句 然后第二句 La Do La So Mi Ride So La 二 三 三拍的这个La 画第二句 La So Mi Ride So Mi Ride So La 好 然后再画一个分号 这第一遍演奏结束 然后第二遍换到高音去了 你看我直接从背低音换到这儿 你看 距离很大 好 二 三 四 La Ride Ride La Mi Ride Do La Mi Ride Do 一 二 三 四 La Do La So Mi Ride So La 好 这个小撮的骚 倒数第二行的第三小节 这个骚写错了 大家能发现吗 这个小撮 我们刚才说 小撮都是大指的旋律音在上面 对吧 这个Ry和骚 你看 是不是Ry应该在底下 骚应该在上面啊 咱们书写的规律都是这样 高的音写到上面 骚比Ry高 把骚写到上面 大家画一下 把这两个调过来 就像Ry写底下 骚写上面 我们还是唱的骚 米软 骚 拉 好 拉骚 米软 骚 拉 二 三 拉骚 米软 拉骚 米软 一 二 好 到最后 又换到最高音了 你看 从这个背顶拉 换到这儿 所以我在换跨度特别大的这个距离的时候 我身体会跟着 你看 身体带过来 手臂直接带过来 你的手臂要主动的去找琴弦 手臂带过来 对 这样去找 好 这是这个小乐曲 那么这个乐曲的最终速度 大家也可以练到120 好 这是120的速度 大家听一下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拉 豆 瑞 米 米 瑞 豆 拉 一 二 三 四 拉 豆 拉 手 米 瑞 手 拉 二 三 拉 手 米 瑞 手 拉 一 二 三 四 好 这个拉的一 二 二 三 四 好 这是这个小河糖水 那么这三首乐曲呢 都可以辅助大家练习小撮 那么等你练完这三首乐曲 你会发现你的小撮 已经运用得非常熟练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撮 大撮呢和小撮的弹奏方法相似 但是大撮的距离更大一点 它是中指和大指来弹奏 多远的距离呢 你看 我这两个手指中间是隔了四根琴弦 咱们以绿弦为例 这两个都是骚 所以是一个八度的两个音 扫 骚 然后其他的音也是这样 都是中间格四根 喇 拉 拉 扫 骚 咪 咪 乖 乖 倒 刀 拉 拉 都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所以 这个方法也很好用 就是让大家固定手心 你看都是这么远 你再到别的音上也是这样 好 所以他的弹奏方式呢 都可以借鉴小撮 大家再看一下我的手型 放好这两个手指贴好 你看依然是手臂放松 手腕稍稍低一点点 然后这个掌关节要支撑住啊 掌关节 别塌下去 别这样弹 特别多学生在弹大撮的时候 这个掌关节都是塌陷下去的 你这塌了 一 力度不行 第二 弹奏音色不行 第三 速度不行 就是都完全不利于我们的弹奏 所以一定要掌关节支撑起来 就像还是像握拳的这个动作 好 两个手弹奏的同时 依然是向掌心发力 但是这个距离大 容易出现带到别的音的情况 所以大家看大直 你一定要控制这个角度 就它是向斜上 中指也是 对 勾住 别这样弹 这个触弦角度不好 你看中关节又塌下去了 一定是把它抓到掌心里 好 那么读谱也是一样的 我们从底下往上念 当然它两个音一样 所以大家也还是只念上方音 就它的高音 这个大直的音 就可以了 旋律还是集中到大直上 所以它的相同的练习方法 练习步骤也一样 就这三条练习也一样 我先来给大家示范第一条 好 上心回来 好 第二条 好 第二条 好 上心回来 好 上心回来 好 上心回来 RAI SO MI RAI 上行 RAI MI SO RAI MI SO LA MI SO LA DO SO LA DO RAI LA DO RAI MI DO RAI MI SO LA MI SO LA RAI SO LA DO SO LA DO RAI RA DO RAI MI DO RAI RAI MI SO LA DI SO LA DO RAI 好 这是第二条练习 第三条 RAI MI SO LA MI SO LA RAI LA DO SO LA MI MI 打回来 RAI MI RAI SO MI RAI SO RAI MI RAI SO RAI MI RAI SO MI RAI SO RAI MI RAI SO LA RAI MI RAI SO MI RAI SO 好 这是三条练习 和小撮一模一样 应该这个更好写 大家就对着我的视频 把那个练习写下来 然后单独每一条 对着节拍器来练 那么同样的 这个大撮的练习曲 后面也有三首 一个是丢手绢 这个我们用90的速度就可以 好 90 SO MI RAI MI SO SO MI RAI MI SO SO MI RAI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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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LA SO MI SO MI RAI DO RAI MI SO MI RAI DO RAI MI SO MI RAI DO RAI MI RA SO LA SO RAI MI SO RAI MI SO RA SO LA SO RAI MI DO 也是一首小儿歌 好 乐句呢 依然是四个小节为一句 大家自己画一下句子 每四个小节啊 我们来听一下 反复 好 这儿和摩托配合着来的 那么摩单独的十指 好 大指 对 那么你的小撮大撮会了 你的单指肯定就都会了 所以每一个单指呢 都是也是向掌心的这个方向 好 力量集中到指尖上 注意还是掌关节突出 然后手腕稍稍放松 它是和大撮的结合 好 然后面 SO SO MI 又有连线了 这种连线的节奏 大家都注意 SO SO COM MI SO SO MI 都可以 唱成什么都行 一定把这个节奏给空出来 SO SO MI 把它停够就可以 这是其中的一个难点 好 这是这首乐曲 然后下面 上学歌 也是一首小儿歌 反复 反复 好 这个还可以换快 再快一点 速度 可以弹到120 大家用120的速度 好 120 听一下 稍微快一点 好的 然后后面还有一首梅花三弄 这个 这个 大厨的 你能不能换快 你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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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衔 不要 就是 一三四 你换快 买到 一三 你就把 你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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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快 Läg 소미二 iente23 Rig do cœur Drig mi la so so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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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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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也有一拍的 然后还有半拍的 还有连线 所以这个节奏 在练习的时候 一句一句的把它分开 然后把节奏弹准确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倒搔搔 搔二搔 搔二三 画到这儿 第一个搔一拍 第二个搔两拍 第三个搔三拍 数清楚 倒搔 一二一二三 Mirror 好 看这个Mirror Mirror是用的什么指法呢 这个叫做连托 连托就是弹完咪之后 你的这个托指不要抬起来 直接到Ry上去 到Ry弹完 也不要抬起来 你紧接着就贴到刀上 所以后面刚好是大错的刀 这样 Mirror 这个就叫做连托 连续拖弦 一直到最后一个 你才把大指弹起来 Mirror So So 二 So 二 三 第二句话到这儿 第二行又有一个连线 所以这个S 加起来也是三拍 好 再往下第三句 Mirror Do Ry Do Ry Mi So So 一二三 四 好 这个Do Ry Mi Ry用了中指 反正我们学了大小撮 这三个手指就都用到了 每一个手指单独弹的时候 都是像掌心 好 且记不要跳动手掌 运用 你看 用手指关节 尽量运用手指关节 往里这样来弹奏 好 Ry Mi Mi Ry Do Ry Do Ry Mi So So 一二三四 这是第三句 然后再接下去 So Ry Do Ry Do Ry Mi 又有连线了 Ry Do Ry Do Ry Mi 到这个是一个乐句 再下一句 乐句 一个句子 最后 所以这个曲子的难点呢 是首先节奏比较复杂 然后另外就是出现了连拖 刚好我们可以把连拖练一下 直接这样 对 这是这首乐曲 好的 那么练完这些乐曲 我们大撮小撮 就基本上掌握得比较熟练了 所以之后在乐曲当中应用的时候 大家就想想 我们刚开始怎么练习的这个发力 手型 这都是初学 比速度 等等其他更重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这儿单独把这些乐曲呢 都给大家示范了一遍 我们可以对着曲子 对着节拍器 好好的把它练一下 好 那么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选一首其中的小撮的练习曲 和大撮的练习曲 我们每个都释放了三四个 对吧 你只选其中一首就可以 发视频 回来 发给我 好的 下课吧 好好的 我爱你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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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